最早的台灣的一個台灣政府 那時候所有的特考就是什麼 江蘇省考一個 然後河南省考一個 各個省然後都考一個特考的概念 那時候范老闆他是台灣省 然後考上特考的 而且是在前三年考上特考的一個人 換句話說他是非常非常優秀 而且優質的一個人 那可是他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考上公務人員 像我們客家人 最喜歡子女要嘛 女生最好當老師 男生最好是公務人員 這是客家人對他很多孩子的期望 那他完全符合他們的期望 那跟各位朋友報告一件事情 因為范老闆是 他娶了一個當初是主動的 有間家的女兒 就是范佩凱那樣子 然後娶了他 就完全符合客家人的期望 可是最最最麻煩的一件事情 是范老闆他的舅舅 他的舅舅在日本撤退的時候 跟著日本人一塊撤退到香港去 他到了香港之後 然後他又進到中國去 然後變成中國共產黨的樣子 那你想想看這個人 他這個家庭 在那個年代裡面 還有那個二世 然後還有那個那個年代裡面 他們家就是標準的黑物類 他們家就是標準的黑物類 所有從哪邊寄來信 他們家據說是都要被拆開的 那你想想看這個 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進到公務體系去 在那個年代公務體系來講 就是很認真做事情 然後葬禮直言 所有東西 就反正就很敢直說的人 然後他們家 然後他又是個那種黑物類的人 在那個情況下的話 他在公務體系是不會減容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就非常的 他有幾次 最後一次後來他讓他下定決心 辭掉公務公職人員 然後是因為後來他被刑窮 然後聽說那時候 他被反正就被案了一個罪名 然後就請到那個當時的 當時那個什麼什麼的一個隊員去 然後他說他們什麼也沒有 那他講給我們聽的故事 他什麼也沒有 因為看起來都沒有請求 他怎麼處罰他 就請他坐在一張坑子上面 然後坐了幾個小時 然後再讓他走 那個椅子是什麼樣的椅子呢 是裡面包著冰塊 裡面包著冰塊 上面整個包紙包著 請他坐 坐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後來他就下定決心 就是他自己不能被接人 在公務體系 所以他就離開了 離開了當時的 就當時最早就類似 蒙委會下面的一個人 那樣子 那後來他離開之後 然後就來到這邊 因緣際會下面 然後就買了這塊地 那買這這塊地是他買的 買了下來的時候 那買那個時候買的時候 當時一塊一塊慢慢買 就是一下子就買 這麼大一片這樣子 那范老闆就在這個地方 他開始種 最早是種水果這樣子 然後種了很多的水果 然後其實後來慢慢就在轉型 在轉型的過程之中 各位看到所有新的樹木 當初他就是親手 一手慢慢慢慢摘植 那更重要的是後來他又請了一個 很會照顧庭園的 今天我們上次有機會看到 那個郭先生那樣子 然後整個農場大概就是 他的花園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有一次 像我長期在這邊拜團 那十幾年前的時候 他們家就 各位昨天下午有沒有看到 就有下午到兩點半的時候 他們就有個 兩點的時候 他們就有個免費導覽 你知道有些旅行社 多麼我們吃肉 就是我進到這邊來 然後我們沒有要在這邊吃午飯 因為他們其實還有一三五三 一三五飯要四五百塊 就他們就帶便當上來 然後用的是他們這樣的刀帶 然後帶完之後走完之後 然後就把他帶下山 我那時候就看著他 我就想說這實在太無恥 這樣子 我就跟班老闆就講了這個事情 班老闆竟然跟我講什麼 你知道說 我說那你最好要收個門票 然後路遠點消費 他說他不要做這樣的事 他說因為你會在台北 在這麼遠的地方 開車開兩三個小時來到我這裡 我幹嘛跟你收錢都沒有關係 反正我跟一個人也是這樣 我跟二十個人講 跟一百個人也是這樣講 那你既然想得到來我們家 就來我們家沒什麼關係 這樣子 然後他說只有拜託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家裡面的漆果 他們家的藍莓 他們家的明日葉 然後都是他們家農場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農產物 他說只有拜託 就是客人在這裡吃的水果的果皮 請不要隨便丟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說 果皮丟下來的話 就可以變成肥料 他說因為那個 我們家的藍莓在做有機認證 他說當你亂丟的時候 那你的農藥可能會殘留在我們家 化驗就過不了 他就是這樣一個老人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認真的 而且執著的一個老人 所以你看我們在海拔兩千的地方 昨天西餐不錯吧 昨天西餐不錯 他的中餐也不錯 這個都是因為他堅持 他說所有事情 都不是因為高海拔說做不了 而是你要不要堅持 你要你願不願意去做 態度是決定你的高度 很重要的態度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今天看到 這整片的靈緣 其實大概在七八年前 也曾經有財團提設錢 要來跟他們講 買他們這邊的土地 然後因為他這裡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建築都犯老闆自己去跑 他都沒有委託任何一個 因為他曾經在公廷 其實他都不知道公廷在幹嘛 所以他就所有東西自己申請 他說我家連個糧亭 我家都有建築 所有的東西 他們家做起合法 都會有接到的原則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的那個財團 他們就想要在這邊 跟他把財團想說 我要是把他賣給他 我家的小孩大概三倍 大概都不用工作 都可以做他吃 可是他沒有賣一個最大原則 他說他想到一件事情 有一天我要是要進來玩 我可能要買票 所以他就決定不賣 就把這塊地留下來 那其實他去年的 他這邊後面的小木屋 重新去整修 光是整修這件小木屋 他就把他去中間 然後也跟他的財團 然後其實 有沒有小孩已經接班了 他有他的兒子接班 然後昨天兒子有在 在山上 就是一個很認真的 一個工作的老人家 你知道像各位看他 現在後面這個 車後面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木頭 各位覺得你看 按下小木屋 這個後面一個樹流對不對 然後一個這樣的 那個時候 然後這個 這個比較容易拆 這個就是 像是一個孔雀拆平 就有貴客光臨的意思這樣子 那你看這個 這個他那時候跟我們講 然後就覺得非常像 我們有很多客人說 哇他非常像瑪莉亞 抱著聖人的腳 有客人這樣說 也有人說他非常 覺得他很像達摩 也有人覺得他像達摩 可是你知道 范老闆跟我講什麼嗎 他說 他說其實他當時 把這個的 他的意念是什麼 是一個老者背著背包 守護山林的一個概念 然後我就覺得 聽完我就覺得 非常非常感動 就覺得其實 這個人對於 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 出乎我們想像之外 也跟各位朋友說一件事 昨天我們 這兩天我們在這個農場裡面 用的每一滴水 他們家經過四個污水處理槽 處理過後才放水 才把它放出去這樣子 然後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個用功認真 出乎我們想像之外 其實那一年的愛麗台風 其實整個重創風向 可是雪霸農場 完全沒受影響 是因為他做的水土保濕 好到那個沉底 他所有的 像那屋頂的那個水 屋頂的那個 就是雨水下下來之後 我需要走幾個管子 然後把水排放下去 然後他要走在多少的頻度 然後再放流 這個都有被他精算過這樣子 那那年我跟著教授 一塊上來上課的時候 教授跟我講說 你要看得懂雪霸農場 你就知道這個人 對生涯的了解 出乎你想像之外 因為他經營的是農場 他觀光是他最大的效益 對不對 他的收拾靠著觀光 那像他這邊 種的都是梅花 這邊都是梅花 那有煙枝 那有香水水 這片那都是梅花 梅花櫻花這邊 就像這間梅花 這有種植物共同一個特色 就是它不是生根型的植物 它的根 人家說樹有多高 根有多長 這樣沒有錯 但是有些植物的根是橫著走 它不是生的 像後面就種了松樹 松樹是屬於生根型的一個植物 可是它從前面這個 這個梅花 這有菲花 共同一個特色 就像夏天的一種根子出來 就覺得它葉子很多 對不對 可是這個地方在中高海拔 然後它的坡在斜坡的上面 那到冬天的這個植物 大概共同一個特色 就是葉子是全落葉 那像全落葉 天上下雨雨雪打下來 打在表土上面 那個表土就會流失 那就會對它的整個環境 受到很大的威脅 於是它在下面種了很多的明日葉 於是它在下面種了很多的繡球花 讓天上的雨雪掉下來的時候 不會直接打落到土地上 然後在這個表層這個地方 然後再打到表層再掉下來 這個雨雪就不會讓它的表土直接流失 所以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原意的一個概念 然後它的原意又堅固著生態 所以當時我跟著台大教授下來上課的時候 他就說你要看得懂飯老闆 你就知道他有多麼的厲害 這個人真的是對環境的了解跟多理解 出乎我們想像之外 有一年我帶著 我有一年帶著媒體上來 然後那時候那個中廣的一個主持人 然後就專訪飯老闆 他出來的話就跟我講故事 他就說這個人根本就是治國的大餐 就直接說但是他要來經營農場 所以我們其實這兩邊 這個地方其實我一直像我們 像我我只是因為我喜歡雪包 所以我一直願意帶雪包 這個地方最大好處就是 你在這個過程中充分的感受 他對我們的山羊 那我們就往這邊走 來我們就來那個老者 背著背包 跟我走 往這邊走 是樹狀形的杜鵑花 大概兩個月前 那個樹上大概都滿滿的紅花這樣子 其實台灣是一個非常奇妙的一個國家 我們台灣有樹狀形的杜鵑花 就長得像樹一樣形狀的杜鵑花 這是高山杜鵑其中的一種 只有台灣石南 我們喜歡藏書的人 大概共同一個特色 就很怕潮濕 然後很怕有書蟲對不對 如果要是你怕這個東西的話 可以剪銀杏的葉子 夾在書裡面 然後書蟲怕這個東西 那講了半天的意思是什麼 銀杏是有毒的一個食物 它是三千萬年前的食物 這樣子 你看它表現的是闊葉 闊葉形狀 那它其實是 它所有表現其實是松山柏 那也跟各位貴賓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銀杏 我們常常講說 那個要吃個巡禮林 巡禮林不就是銀杏提煉的嗎 跟各位貴賓報告 就它有微毒 然後但是它有像是對我們的身體 是就是要經驗過後 所以就講到每次跟人家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喜歡吃的那個白果有沒有 白果的量不能吃太多 一次不能吃太多 就它含有微塑這樣子 但你的就是吃的數量不多 它現在要對我們的身體是有幫助 這是銀杏的果實裡面的鍋味 各位有沒有看過銀杏果 就是它開花直接的果實 圓圓的它外面的果肉 這樣有點像梅子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吃的那個 這個是這個不是 這個是杏桃 杏桃 然後它的這個比較特別是 我們吃的上面 那你這個是什麼 那你跟各位說一下 你剛好那個 不是啦 它的果肉 超臭像豬發麵 哦 是 這個 這個不是 這個是那個 這是出北 這是台灣出北 這是出北 出細的出 然後那個共北的北加一個木字 台灣出北 台灣出北 所以那邊的是杏桃 那顆是杏桃 那杏桃 它白花 然後大概 這個是 你說杏桃 這個 他們叫做杏桃 我那時候還太年輕 你知道派老闆講什麼 你知道嗎 我跟你們講 只要是秀身帶客人來 只要看到我們採收 就能不能夠採收 講得多麼好 可是我十年來沒有看到 對啊 然後來跟各位朋友報告 就是這個杏桃 其實那個概念 跟我們一般吃的杏桃 的概念比較不一樣 這個杏桃 它的杏桃會是 沒有沒有 它是到很熟才摘 所以它杏桃其實那個口感是不錯的 然後 因為他們家像這種 如果要杏桃長得不夠大顆的時候 他們會把它醃製起來 那之前的話 就他們在不同季節 所以那天在講說 如果有碰到它的涼菜 要吃它涼菜 就是他們當地有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會出現在餐桌裡面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就有賣醃製的 賣或者是給客人吃醃製的杏桃 它連杏桃的果皮都可以吃到 那樣子的 這一片通通都是 然後我們昨天不是住在小福屋嗎 小福屋旁邊的那個周圍 覺得不一樣 對 這麼小學圈 很香 謝謝一下 我看到 這個很大 火刺木 然後這個 這個什麼 台東火刺木 哪一個刺木 會刺人的刺 上面不是很多刺嗎 火刺木 你要看到什麼台東啊 然後什麼東西啊 來 我們 好 我們今天上去 應該有機會看到雲海 那個火刺木呢 它其實在過一陣子 它滿樹這個火石會全部變紅了 它的刺是不是很像那個荊棘的刺那一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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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根上有多好 哦 這根上有多好 好 好 好吃 大概就是前兩個月吧 那個時候這個 滿樹的紅花 而且每一朵都長大 茶花 這個是茶花 對 茶花 鮮紅色的茶 我們就走了 長得像一個碗 像一個碗 那麼大 紅茶 芳香 碗壽 對 泡一杯紅茶 然後再一杯 茶一點點 跟紅茶 向Doug 雪茅農場原地真的 牠功夫可莫 要沒有牠 雪茅農場很難進行出這樣的 方物 vitamin 那鼓掌一下 謝謝 有什麼問題 各位問 然後 那個 是海棠 是海棠 叫做球跟秋海棠 球跟秋海棠 其實有很多草 這個整片都是 這些都變成他的孩子了 我的二老婆 我講二老婆 他愛他比愛他老婆深 他老婆 裡面應該有他的興趣的 台灣的國球 國球是什麼 棒球 有沒有人喜歡棒球 他是我的三個 這個是母丹嗎 對,他說是母丹 這個是女廖道 對 這就是我爸的方法 謝謝藍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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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沒有變紫色 還沒有紫色 還沒有紫色 謝謝藍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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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